我去找那個地方的歌唱 《邊走邊唱》這個tour是2023年1月1日在台北開始的 當時為了台北我選了這首歌 這首歌的最後都官立了成為我的單曲 其實是兩首的台語歌曲 今天有沒有台灣人在這裡? 台灣人真的嗎? 是我的朋友嗎? 你終於進來了 我以為進不來 你會台語嗎? 你會 我盡量啊 我唱一首台語歌 其實我不會台語 但是我很喜歡這個台灣的作曲 就是楊三郎的作品 我唱了兩首作品 特別是這首叫《望你早貴》的歌 其實是經過了很多歷史的洗禮 曾經在台灣都是一首被更長的 被不准唱的歌曲 直到解放了之後才可以唱 我們有沒有一個特別的效果在這裡? 有吧 我們在台灣做完之後 然後我們去了高雄 你知道嗎? 你在香港住過 所以你知道跟我講什麼嗎? 我們在高雄的時候 我在海邊散步的時候 我聽到高雄那個海港 就是海浪的聲音 我覺得很有效 很有名的 很動人 所以我就用我的電話錄下 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高雄港的 這隻海浪 在海水 拿到這個碼頭 發出一些人子關信音 然後我就擺在這首 《望你早貴》裡面 《望你早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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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不了》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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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